当一个婴儿孤孤坠地时,人类不可逆转的客观自然规律就是,它在某天会走向生命的终点,也就是死亡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产物更多的佛心会语,生老病死是我们所在物质世界中亘古不变的终极现象,没有任何生命体能摆脱这一命运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物禅众生。当我们面对和谈论死亡时,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能以其他方式延伸和存续下去,于是就产生了关于灵魂是否存在的争论,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中,关于鬼神的观念似乎在每个时期都有记载。 在佛学中,将人的身体视为仅是保存灵魂的躯窍,当人自然死亡后,灵魂会脱离身体,再次投胎转生,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,与宗教相关的观点可能带有迷信成分,人的死亡无非是身体机能停止运作,最终被微生物分解回归自然。 那么,在人死亡后,意识是否还存在,又以何种形式存在,人是否有灵魂,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曾世强老先生的观点。 国学大师曾世强在他的著作《我是谁》中写道,人在死亡的时候,消失的是肉体,灵魂依然存在。 身体只是我们行走人世间的工具,灵魂才是我们行为举动的主宰。 从这段话中,我们可以看出,曾世强老先生认为人在死后仍然有灵魂存在。 此外,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及自己的生死观,认为身体可能会毁坏消失,但灵魂是永不死亡的, 我们的灵魂寄居在身体之内,并每隔15分钟离开一次,游荡到别处,但只有在死亡时,灵魂才会永远离开,站在心理学的角度。 我们该如何评价曾世强老先生的观点呢? 事实上,在上个世纪中叶,荷兰心理学会对313名曾经经历过心脏骤停的幸存者进行了调查。 数据显示,在调查对象中有62%的人表示自己经历过宾死体验, 而在这部分人中,有70%的人描述这种体验为高度真实且积极的。 他们认为,自己曾经感受到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非自然现象, 这种体验减轻了对死亡的恐惧,丰富了对生命的理解和价值感。 然而,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的观点, 灵魂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上很难说是现实存在的, 它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的精神、意识等主观体验的范畴, 心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。 只能研究那些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现象,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更多地在哲学、神学和宗教学领域听到关于灵魂的说法。 诚然,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, 有时我们称之为灵魂外显的灵异事件, 但在临床心理学领域,我们更倾向于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幻觉, 因为从我们已知的对灵魂现象的描述中, 大多数都是将个体的心理活动以被动的语气呈现于外, 换言之,这在心理学中可以解释为主观心理体验的被动化。 也就是说,我们将自己大脑内自发体验到的现象, 听觉、视觉幻象界视为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。 无论如何,对于灵魂的存在与否, 人们的观点多种多样,科学界也无法给予明确的答案, 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体验来选择自己的立场, 重要的是,我们对生与死的思考应该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和活在当下, 无论是否有灵魂,我们都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追寻自己的梦想, 为社会做贡献,这样,无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, 我们都能获得有意义。 而关于人是否拥有灵魂, 这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, 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, 在心理咨询中,有一种被称为灵性咨询的概念, 将灵魂定义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, 并展现出内心超越的力量, 从而让个体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, 达成一种和谐状态, 欢迎订阅物禅众生, 带你禅物更多的佛心晦语。 回顾心理学的历史, 我们会发现, 无论是在精神分析心理学, 行为心理学, 还是人本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中, 对于灵魂, 低解释都围绕着潜意识, 信念或思想意义展开。 然而, 对于灵魂是否存在的信仰因人而异, 如果确定灵魂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自我超越, 树立正确的生死观, 减少对死亡的恐惧, 或许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这一观念。 人死如灯灭, 这是对死亡过程的恰当比喻, 活着的时候, 我们就像一盏亮着的灯, 而当我们死去, 这盏灯也自然熄灭, 这时候, 人们或许会产生一个问题, 灵魂是否还能继续存在? 从医学角度分析, 灵魂并没有科学依据, 因为死亡后人们, 失去了意识, 只有在活着的时候, 我们才会有思想和意识。 这一切都是由大脑和神经元提供的, 前提是需要生命存在, 而在死亡后, 这些东西自然会消失。 而在人们生活中常提到的灵魂, 其实从医学或科学的角度来看, 可以解释为脑电波或者大脑中的意识, 对于人体来说, 大脑是至关重要的存在, 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, 也是大脑对外界观察的物质反应。 人产生意识的关键条件是有生命存在, 而在死亡状态下, 大脑同样处于死亡状态, 大脑失去了生命力, 也就失去了产生意识的能力,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。 人在死亡之后, 灵魂也将不复存在。 此外,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 关于灵魂的理解是建立在信仰神鬼之说的前提下, 然而,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, 因此, 这些观念已经过时了。 关于生死后是否存在灵魂, 是否会轮回投胎, 这些诸如天道、 人道、 阿修罗道、 地狱道、 恶鬼道和畜生道的说法都已经过时, 生命和死亡是一个循环的过程, 一种随着业力报应而变迁的流转。 在人临近死亡时, 六时逐渐离去, 七时也消失了, 只有第八时仍然存在。 第八时从哪里离开, 哪里就会感觉温暖? 比如, 如果第八时离开脚底, 脚底就会感到温暖, 如果从腿部离开, 腿部就会感到温暖,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现阴, 即现世的五阴身。 佛教有一个故事, 讲述了修行的重要性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修行可以让我们成佛, 不修行, 则会堕落为鬼。 在这一生中,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善恶行外道相应的报应, 如果我们多做善事, 就会得到天堂的圣火, 如果我们犯下恶行, 就会堕入地狱,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谨慎行事。 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, 都会产生相应的果报。 当一个人死去后, 他会进入中阴身阶段, 在这个阶段中, 他将在地府经历多次的审判, 根据他的善业和恶业的重要性, 他将在善道或恶道中重新投生, 这是关于生死的大致情况。 在49天的期间内, 我们可以通过诵戒, 诵经, 诵咒, 念佛, 供养三宝, 放生, 印佛经, 造佛塔等方式来帮助他们, 根据佛经的说法, 如果一个人在生前没有修善因, 多做了许多罪恶之事, 那么在他命中之后, 他的家人可以通过各种圣事来为他祈福, 七分之一的功德会回归到他自己身上, 剩下的六分功德会给予生者, 所以, 我们要重视修行, 不要等到临终才后悔来不及。 在49天之后, 他将根据自己所做的夜受到果报, 如果他有许多罪孽, 那么他可能会经历许多千百年的痛苦, 灵魂是永恒存在的, 他拥有上一世到现在的所有记忆, 当一个人的身体无法再使用时, 这个灵魂会离开, 进入新的生命体, 灵魂会在新的生命体中苏醒, 过去式的记忆, 只会在梦境中或突然的想象中出现。 如果一个人修行或有天赋敏感, 他们会更加了解这个过程。 所以, 死亡后我们是否有生命存在的问题并不重要,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活着的时候认识到死亡的存在, 我们应该重视修行, 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, 因为只有通过修行, 我们才能够在死后得到安宁和幸福。 死亡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, 也是教育中应该包含的内容, 教育不仅仅是关于学会数学、历史或地理, 我们也应该了解死亡这个独特而重要的主题, 而这不是在我们离开人世之后才去了解。 而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, 比如在我们欢笑、 爬树、 划船或游泳的时候, 就能意识到这一点。 人死亡之后, 灵魂是否还存在呢?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的存在, 所谓的灵魂是由灵石来聚集的, 人在临死的时刻, 由于自身强大的意识, 比如对生命的渴求, 对世俗的眷恋、怨恨等仍然存在, 而在死后, 这种意识就会转变为灵石, 因为意识只存在于活着的人身上, 但这样的灵石是不稳定的, 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有可能消散, 然而, 有些灵石会自我强化, 比如强烈的怨恨, 进而凝聚为灵魂,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 灵魂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消散, 只有不断地自我强化, 凝聚灵石, 才能防止灵魂的消逝, 然而, 并非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特点,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在临死时, 都有强大的意识存在, 比如那些能够平静地离世的人, 也并非每个意识都能成功转变为灵石, 更不是每个灵石都能自我强化, 凝聚, 强烈怨恨的个体, 和对尘世有极强依恋的人, 也相对较少, 所以, 世上的灵魂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存在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